3号是白俄罗斯独立日 也是白俄罗斯的国庆节 每年的这一天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都会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 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第二次应邀参加这一阅兵式 今年是白俄罗斯庆祝 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 解放75周年 因此仪式比往年更加隆重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 3号晚上9点开始 共有5000多名士兵授阅 展示了300多件先进的军事装备 今年共用来自8个国家的 外国军队方阵接受检阅 包括中国 俄罗斯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以及乌兹迪克斯坦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组成徒步方队受邀参加检阅 方队由96名成员组成 其中骑手一名 护骑手两名 分队长三名 以及队员90名 士兵们队伍整齐 纪律严明 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我们从中国军队从这边拐弯过来 然后一直跑到了他们等车的地方 然后我们刚才才给他们送走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很骄傲 人们队伍 мог引不病 另一方面 但是我们从 1955复杜伍 的aced剂 kalian方会发现 军刑